插劫家 紅佩族 現在開始在六甲廳 導師的文中心 基盤蘇生連電 現場兩百多人的作品 典現出的事跟不犯的記憶 也來典現插劫家 子米 頭幾乞頭 作回來去看看 金獅獅的作品 都是插劫家 洪佩慈 頭過插劫家 講話 表現出來 插劫是一項團統工業 計畫都完 製作很複雜 需要良好的耐心和心情 木胎跟竹胎為主 因為木胎跟竹胎是跟漆漆是結合最好的材質 所以我們是以這個材質來做我們漆漆創作的主要胎體 然後我們的技法有非常多元 有我們的變圖技法 變圖技法裡面又包含塑膠袋起紋 角漆起紋 豆子起紋之類的 對 然後也有金屬線相簽 然後有蛋殼相簽 貝殼相簽 然後還有就是蛋清起紋 六甘店長有科技封標時 在在形象當中可以感受到插劫的豆瓶貓 感受做吃 創意較爽 可以在我們生活中有很多部份 雜技 不管在我們的碗 筷子 托盤 杯子 雜技所有的種種就是都要融入在我們生活 今天彭佩智老師 當然我們這五十幾個月的學生 作品有兩百多件 共同在這邊做一個連載 尤其這漆漆可以說是雜技在我們生活中 透過自然的一個漆 體煉 融入在一個材質裡面 可以說抗酸 抗潔 耐熱 可以說融入在我們生活非常的多 今天 頭哥在這裡做一個展覽 可以讓我們更了解這個漆漆的原理 漆漆應用在我們生活上 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可以到我們藝文中心 共同來做一個觀賞 秋秋 洪佩慈 設計蘇星人殿 從現在開始 在六甲町 度數的文章心電視 兩百多件的緊張插機 有欣賞的鄉親可以爭奧行善 多久 發新聞 林貴英 六甲彩虹報道